第一种for后面可以加some day中文翻译成为了某人或者是以帮助某人 What can I do for you?为你?我可以做什么吗?就是有什么事?我可以为你效劳吗? Can you translate this better for me?你能为我翻译这封信吗?这里的for都表示为了的意思 好看第二种它可以表示受雇于受雇于什么公司的意思 She is working for IBM它受雇于IBM公司工作 那这里的for呢它就表示受雇于受雇于什么公司的意思 第三种它可以表示什么目的一种目的或者是功能 What did you do that for?你为什么带那件事?这句话的正确方应该是你那样做或者是你带那件事是为了什么呢?for后面记得是what 为了什么它也表示的是一种目的 Let's go for work咱们出去吧去算一个不 好第四种它可以表示因为或者是犹豫的意思 He is famous for his norms他因他的小说而出名 Be famous for因什么而出名这里的for呢就是因为的有意思 他出名了因为他的小说 I couldn't speak for laughing我笑得说不出话了我不能说话了 因为笑我没办法说话 好再看第五种 第五种它可以表示一个去向表示往什么方向去 中文的意思可以翻译着往或者是向的意思 The train is for Beijing 这里火车是开往北京的 这里的for呢就是向或者是往的意思 是往北京开的这里火车是开往北京的 好第六个意思是for后面可以加一个时间段 表示一段时间 I'm going away for few days 我要离开几天 for few days表示一段时间 第七种也是for加三不得他和我们第一种的for加三不得不一样 第一种for加三不得他可以表示为了某人 那这里的for加三不得他的意思是对某人来说 一件事对某人来说怎么样怎么样 是困难呢还是简单呢还是什么样的呢 The question is difficult for me to answer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回答对我来说 The box is too heavy for me to lift 这只箱子太沉我搬不动 那这只箱子对我来说太沉了我搬不动 好这就是对我来说的意思 再看第八种 第八种它可以表示一个对象或者是用途等 中文意思可以翻译成给对或者是供的意思 There is a letter for you 这里有一封信 是你的一封信 对象是你的有你的一封信 It's a book for children 这是本儿童读物 这是一本书专门用途是供儿童读的 是儿童读物 以上就是借词for的八种比较常见的用法 你都清楚了吗 喜欢给大家关注 拜拜